因为新年限辞被撤换 与中共当局发生抗争的南方周末 虽然已经在周四正常出版 不过由此引发的一场 全国性捍卫新闻自由的声援运动 却没有因此而落幕 至于遭到公众强烈抗议的 广东省宣传部部长妥证 是否被撤换 到目前也还没有消息确认 1月10号 南方周末报出现在北京和上海的报摊 之前因为南方周末新年特刊 被广东省宣传部部长妥证 强行删改 发生了编辑和记者的罢工抗议事件 并引发中国社会各界名人 学者及大陆网民的声援行动 10号早上 戒备森严的南方报业门外 没有再出现抗议者 三天来 数百上千的声援者聚集在南方报业门外 他们举牌喊口号 要求结束新闻和网路管制 要求言论自由 开放报警等 中共又不想把这事情搞大 因为如果要搞大眼里镇压的话 就把使习里改革者的形象 会荡然无存 而且习里正接班 也不会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出现大的动荡 所以对待南州事件 中共没有让自己的第一大报 人民日报发评论 而是让它比手下的子报 环球时报发了一份评论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就南州事件 判罚设评 暗指南州采编人员的抗争 是在境外势力的策动下 挑战体制 中宣布下令全中国各主流网站 及各地有影响力的报纸 转载环时的社论 但是南方都市报 新津报 销香城报等抗命不予专载 这个事情可能还不能算是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因为我知道就是在 深远南州的人当中 有一些人是提出来的直接诉求 是希望那个妥卖人员 是希望那要要撤下妥卖十位 但是如果说只是撤了社长 然后说没有所谓的事件审查 这个恐怕还是很多人的目的认为 都没有达到 深远南州就是深远我们自己 我们要放开我们的言论 没有言论自由是不行的 在这个独裁暴政之下 有了言论自由 才有我们的下一步 我们推进我们的人权 恍惚自己 企业当局封了很多人的微博 很多人的IT 不让上网 转线 转电话 没有人去关切 但是不代表这些人 他不因为自己的权力被侵犯 就没有那个想法 像我们就是长期被 那个中共当局封锁 这个各方面的信息 封锁各方面的发言权的机会 都是会有感受的 不单单是针对南州的事 华普预测 南州事件将平淡收场 拓振在不久之后 可能调离广东 高深中宣布 以后中共对媒体的管控 还会加强 新唐人电视李运采访报道 我们可以接线 向周至新唐人电视李运采访报道 广东 我们可以接线